这个小男生故意接近轩宝 还用临时经常把他骗出去玩 小轩轩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小六 你刚才不是上洗手间了吗 怎么又被赵紫阳骗出去玩了 妹妹 你都被他骗过多少次了 每次都上当 长点鸡星了 这俩臭小子一直把小六妹妹宝贝的紧 这还是第一次舍得收拾他 轩宝被四哥五哥宠习惯了 突然这么严肃 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四哥五哥 赵紫阳又没欺负我 你们别大惊小怪的 他骗你下楼跟他玩 就是欺负你了 这小子从小就是个骗子 就是啊 赵紫阳每天都骗你上当 把你骗走了怎么办 这话一出 小家伙有点不服气了 每天上一当 当当不一样 四哥五哥 赵紫阳又不是坏人 我又不只是跟他一起玩 还跟芳心玩啊 回到家里 两小只立马去找沈一告状 大哥 赵紫阳想做你妹夫 你说欺人不欺人 是啊大哥 我们亲耳听赵紫阳说的 方爷爷告诉他们 长大了谁有本事 娶小六当媳妇 就把公司交给谁 沈一突然明白了 事情的原委 原来以前方爷爷 并没有给自己开玩笑 还真给他那群孙子们 下过这种垃圾命令 老东西 你小孙女 迟早是我方家的人 老子几个大孙子 我已经给他们 下了死命令 沈爷爷家有个小孙女 以后你们其中一个 谁有本事 娶进门做媳妇 老子所有的家产 都归谁 怪不得小汉包在学校里 周围都能看见 那几个小男生的身影 小四小五 大哥不在学校 保护妹妹的重担 就交给你们了 时刻给我盯紧那几个小家伙 别让他们靠近妹妹 但不许打架 好的大哥 包在我们身上 一转眼三个小家伙 就要小生出了 小沈老师也决定 辞去学校的职务 专心投入自家的商业战场了 小沈老师 你书教的太好了 要是能留下来 继续教孩子们就好了 是啊沈老师 同事三年了 我们都舍不得你走呢 虽然校长和老师们都很不舍 但人家家底殷实 岂能看得上这么点工资的工作 校长 各位老师 我也就为弟弟妹妹保家活行了一程 乘门各位关照 后会有期 那行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强留你了 以后有空常回学校玩啊 一出校门 沈一将自己戴了三年的眼镜 随手扔进了校门口的垃圾桶 意味着三年的教书生涯 彻底告一段落 谁知她前脚刚走 刘晓晓竟然悄悄跟在后面 从垃圾桶里把那副眼镜捡了回来 然后做贼事的一溜眼跑 第二天 沈老爷子正式开了个家庭会议 宣布18岁的沈一正式经手公司的事务 然而习惯了每天在校园里 都能看见沈大的小六 心里莫名有一种失落感 于是张嘴像她要了一样东西 哥哥 你不在学校 可以把你那副当老师的眼镜送给我吗 沈一突然一愣 突然想起扔学校的垃圾桶啊 小汉包 那副眼镜不适合你 要来做什么 哥哥 那可是宝贝 代表的是沈老师 你用过的任何东西都是宝贝 我都想要收藏的 为了灌溉这颗思念的幼苗 沈一没说扔了 等一下 在学校里 我去给你拿 沈一拿着车钥匙 急匆匆地赶往学校 不料她将垃圾桶翻了个底朝天 竟然没有找到眼镜 糟糕 要是让小汉包知道我把眼镜扔了 她肯定会很伤心的 没办法 只能重新买一副一模一样的了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沈一将新买的眼镜递了过去 给 那去收藏吧 谢谢哥哥 谁知东西一到手上 她就发现了问题 这副眼镜太新了 一点都不像用过三年的东西 哥哥 你是不是把眼镜弄丢了 去外面重新买了一个 怎么会这么想 沈老师那副 眼镜上有我的牙印 这副明显是新的 快满十岁的人了 岂是这么好糊弄的 哥哥 你会不会把眼镜放在学校 被清洁阿姨 荡成废弃物给清理掉了 小汉包 眼镜确实被我弄丢了 这副也是一样的呀 那个 我把在学校用了三年的水杯 也给你好不好 好吧 那我上初中 每天就用你的杯子喝水 小家伙表面上接受了这副眼镜 但被地里居然偷偷用老爸的手机 给校长发了一条信息 请校长帮忙问问沈老师的那副眼镜 有没有人看见 非常感谢 这点小事校长爽快地答应 可后来一直没有结果 小家伙哪里知道 眼镜早已被刘晓晓偷偷拿走了